大家好,我是小年 今天我有一个旧时代的日本武士故事 他会带你见到旧时代的人性残酷 也会带你见到旧时代的女性生活 而制作这个故事的公司 最后却负财无意 倒闭了 混沌武士 一家茶馆里地方官的儿子 在找饭馆女士疯的麻烦 其手下左左幕想切掉疯的手指 危急之下 疯用100个团子 向一旁流浪至此的武士无患求助 于是五万出手制裁了这群人 还切掉左左幕的右手臂 而同样流浪至此的武士人 正好碰见了地方官在欺压老百姓 于是出手杀了他身边的武士护卫 人进入了饭馆 武汉以为他是对方的帮手 对他大打出手 两人打架时 索索的魔爵烧了茶馆 之后两人被熔晕 地方官儿子被大火烧死 于是二人被地方官绑了起来 被处以各种急刑 封居地点要想要救他们 不过却提出了救援条件 得帮他找到一位 散发着香日葵气息的武士 第二天能和武汉要被斩首示众时 和这些人打了起来 可敌人太多了 先好风扔了两颗烟花蛋 三人才有机会一起逃走 于是雷恩和武汉便开始帮风寻找武士 而佐佐木对武汉他们怀恨在心 于是放出了被关押的鬼诺丸 鬼诺丸因为长相丑漏 朝里面村民杀死而杀人被逮捕 佐佐木已带他去报仇为由 带着他要去杀武汉等人 佐佐木设计先是抓住了被灌醉的风 然后安排了一个风骚的女人 把武汉给引诱走 并固了个杀手去杀人 这个杀手和人势均力敌 但是因为地理环境而沾上风 武汉那边也发现女人青狼下毒 她顿时醒悟 于是赶紧去救风 可是身体中毒 她完全打不过鬼诺丸 就在佐佐木趁机要杀死风时 鬼诺丸就杀了佐佐木 原来之前风不嫌弃鬼诺丸的丑陋 让鬼诺丸很是开心 他们这类人只是单纯的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可 所以在这空隙 武汉趁机杀死了鬼诺丸 而佐佐木这个故族意思 杀手给放弃了杀人 可是武汉和人不和 但是碍于风才没有打打出手 这天恶人实在忍受不了 突然各奔东西丢下了风 武汉和人都先后去到了一个村庄 这个村庄本来是叫瓦一家的流氓团伙的地盘 有一天一个叫勇父祖流氓团伙来到此地 勇父祖通过开赌局除老千 慢慢吞掉了村庄 武汉来到村庄 勇父祖和老大看中了他的能力 而人来到村庄 却被瓦一家首领平太郎的儿子宗介骨为保镖 宗介喜欢的人灵 被勇父祖抓进妓院缓赞 而巧的是 风也是被人贩子买进了同一家妓院 宗介交代着人和勇父祖拼命 结果在妓院 武汉和人相见后 立马大打出售 但是两人被干脑 最后就这样不欢而散 武汉这家没打成 便索性离开了可以让他衣食无忧的勇父祖 他对崩派斗争一点兴趣都没 只是喜欢跟强者战斗 之后 宗介看见勇父祖人调戏林 便捅了蓝人一刀 结果平太郎为此和勇父祖达成了协议 进行一场赌博 如果勇父祖赢了 宗介就死 如果瓦一家赢了 宗介不死 但是得交出所有地盘 结局这段次懂得出心的勇父祖赢了 然而平太郎却为了宗介而自尽了 平太郎死了 勇父祖想继续夺地盘 这时放不下疯了吴幻又回来了 女人一起和勇父祖厮杀 之前被判瓦一家投靠勇父祖失踪 被平太郎行为深受震撼 于是他偷袭杀了勇父祖的老大 失踪敬佩吴幻的为人处事 与他一决高下 暗心地死在吴幻的道路下 之后有个书店画家林川 看上了风的美貌 于是风顺便让他请他们三吃饭 密探左上万丈来调查少女失踪案 他发现林川有拐卖少女的可疑 于是一路跟踪 吴幻赚钱就去挑杀混混的钱 能赚钱则适合一起吃下棋 他赢了就得金子 输了就得死的那种 这棋一下就下了很多天 而风全为林川的模特 给他画了性感图后 风就被黑道混混给抓走了 原来他们表面上是书店 私下却进行着人弄买卖 林川过意不去想去救出风 但是却被看守发现 而被狠狠地折磨一番 于是林川急忙去找到吴幻 说出了事情的原委 于是吴幻和调查此事的万丈 一起去救回了风 万丈是官家的人 现在能赃并货 他尼马带人去抄了书店 没想到这书店的老板 就是那骑吃 骑吃和人下了反好旗 吴幻的跟官府走了 走前给了林很多金字 林川痴迷绘画 追寻着他的艺术 他缺钱 所以才会和这个书店合作 他所画的画 也使得这家店内斗首 之后风三人去到了江户 他们正好碰见了大卫王比赛 为了吃饱饭 都压上了自己的剑 只有获胜者 能拿回抵押的物品 林川无法没吃多少就倒了 最终只剩下风 和叫丈恶的荷兰人 使均力敌 风虽然很能吃 但是为了打蚊子 而被人做投降 输了 丈恶得到了 人他们的剑 为了拿回剑 应要求做丈恶的导游 有江户 江户不允许有蓝蛮人进路 关家人气势汹汹的 到处找丈恶 无患意外地想要包庇丈恶 于是跟关家人出手了 丈恶来到江户 就是为了见到美丽的歌舞伎 当他发现 美丽的歌舞伎是男子 以后更加开心了 因为他是同性恋 可很快 关家人再次找到丈恶他们 谁知道 又有一群荷兰人出现 关家人这才知道 丈恶是荷兰派来的来日时间 误会解除后 丈恶也回家去了 零别钱 他跟风说 去长期也许能了解到 有香热鬼气息的舞狮的事情 后来凤三恶去赌波 赚了点钱 要吃饭 可千恶却被叫欣甫的少年扒兽 偷走了 凤三恶便不罢休地到处找他 欣甫还无意中 偷走了黑道混混手上的白粉 因为欣甫的母亲重病 急需要前治病 但是他年幼 找不到工作 不得不当扒兽 凤在欣甫家外 得知了欣甫的情况后 便不再追究他偷钱了 也没有告诉人武患他们 第二天凤去欣甫家外晃的时候 被欣甫的妈妈 认做是欣甫的女朋友 而招待了他一下 凤去找欣甫的时候 恰好欣甫被黑道混混给逮着了 凤大声呼救 已来了官差 混混们只要先藏了钱 欣甫为了逃走 假装斜持的疯 二人躲进了一个房间里 混混们想拿回白粉 偷偷了前路的房间里 想杀欣甫 这时无患看见的欣甫 立马冲进屋里 想找他拿回钱 一般混乱之中 欣甫撒了白粉 然后想跳窗逃走 周前那让凤 一定不要忘了他 然而欣甫没疑惑 就被官差杀了 年少的孝子就此陨落 最后凤三人继续出发 在一个小镇上 为了能够吃顿饭 凤和吴幻强势地把人的眼镜 抵押给了饭馆老板 在饭馆里 有个叫永光的男人 对凤以前钟情 还给了他一张柱子 凤得色地对吴幻和人说 哎呀 赶紧醒醒吧 你的视频都没人点赞评论呢 这时有个叫葡萄牙的性感女人 请吴幻和人喝酒 好色的吴幻立马带人去了 凤被他们丢下 于是他气愤地去找永光 永光一直想成为最厉害的武士 之前为了能够名声大噪 他去找运用千战不败 记录的男人四郎 无助心见到的馆长 男人当找到盗馆时 才知道四郎已经死了 而且是被其首席弟子的人杀死的 于是为了得到千战不败的称号 永光开始寻找人 想要打败他 方总有关他得知了人的事 而有些惊讶 但并未落下 谁知道另一边 葡萄牙用酒迷醉的吴幻人 拿走他们的钱财 吴幻人通过剑术表演赚了些钱 能去除为隐性的时候 正好碰见了永光和他的小弟 小苍文台 原来小苍文台也是无助心见到的门生 他一直想为师父报仇而寻找人 能便与他过了几招 打败了他 但是并没有杀他 临走时 小苍还说很多门生想杀他 结果知识葡萄牙就出现 突然带走了永光 原来他是永光的老婆 所以己能也没有太过追究 在这乱世 好像能活着就不错了 之后冯三能要进入江户 必须得有通行证才能过关索 三能卖了假的通行证 结果当场被抓住了 要被判死刑 关索的官员伊丽 心灵彻底腐败 利用权势不断地享受杀人的乐趣 本当封三能必死无疑 但是突发情况 需要送一个人头去指定的一点 于是伊丽 那么无患却送 如果及时回来就放三能一命 无患出发了 结果在途中不及迷路 还被山匪天狗们给抓了 这群天狗 其实藏起来的僧兵 立心想要推翻幕府的统治 山树是伊丽派出监视无患的 在看到无患被抓后 他把关无患的仓库烧了 然后大火中和无患逃出 无患和最大的僧兵厮杀 因为没有及时回去 疯 人也被处于死刑时 突然紫烟刺激 所有人都中了迷魂要一般 相亲相爱起来 无患和僧兵也中了紫烟 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无患三能也趁机就这样过了关索 看到悬上斩能寺的人头告示 正往三能急需要前 无患立马出去找斩能寺 两人过了两招 无患就受了伤 因有人打扰 于是斩能寺越来下个满月再战 封三能寄宿在一僧人的寺院里 僧人说斩能寺曾经是他的徒弟 当初斩能寺学到大陆的剑术 而甚至之前所学武术的垂落 他想把那剑术在日本发扬光大 斩能寺在无意切捉时杀死了对方 被僧人阻住师门 之后斩能寺到处踢馆 他的剑术也被称为武道 无患现在有个厉害的对手 每天都倾家练武 满月那天两个追求武术至强的人 快乐的决战者 最终还是无患赢了 毕竟主角光环能不赢吗 你说是吧 而为了赚钱 凤三能都各自开始找工作 能找了个考曼鱼的工作 去的路上碰见了想要轻生的子奶 还去了他一句不要轻生 能不管考曼鱼 结果是子奶教的他 还帮他考了一天的鰻鱼 所有人考了一份数十难吃的鰻鱼 给子奶作为报酬 优异的子奶说 自己为了帮赌博且无赖的丈夫还债 明天要去当毫无自由的妓女了 人爱上了子奶 于是向无患借了钱去妓院找她 能帮助子奶逃出了妓院 子奶也很勇敢地摆脱了丈夫 旧时代的女性地位很低 动不动地就会和青楼扯上关系 而后来在一个海边 奉他们遇见了无患之前的同伴孩和小作 他们都是琉球岛的人 琉球岛是琉坊最凡的地方 当初在岛上要被枪杀时 跳落了海里才出了那岛 海里他们是海盗 却是想要打劫幕府御用船 还挑衅吴幻让他加入帮忙 男儿单晚计划实施时 吴幻在这儿海已经投靠了幕府 这是为了吴幻他们设下的陷阱 吴幻带的海盗船就这样爆炸了 他们三人的命运到底是如何呢 这是一部2004年的老番 是个这么多人能就在豆瓣 保持着9.4分的超高评价 三人型的故事让很多人一度 二刷三刷 甚至有人看完这部动画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不法接受其他动画 这部作品拿到现在 就是一部正常的公路片 两男女凑在一起 讲述的旧时代大街小巷 所见到的事物 而真正吸引人的是剧中的羁绊 因为开头我也说了 任何无法还丢下疯走了相反的路 三个没有任何交集 并且在那个能照顾好自己 就是万幸的时代 凭什么这三人会有羁绊 带着这个疑问到中途 闹出矛盾 到最后举行显然是生死相依的结局 只要剧中不想被记刀片 一般是不会有太大的女心结局 这种关系让人很是嫉妒 娇落女子也有大胃口 能学武士也是内心闷骚 而剧中出现很多 为了目标和丧命的人 被观众认为很不值 我们人活着就是要不断追求目标 并且完成它 随着生活越来越好 我们好像也越来越迷茫 曾经吃恶都成问题的时代 都有人活得没有遗憾 可如今吃恶不愁的我们 却好像很难满足 混沌武器这部作品 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更有深度 只要看过这部片段 连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被 其中的三能型和执着深深触动 而关于这部动画背后的剧片公司 我在下期跟大家讲讲 我是少年 一位迷人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顺便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